那我们要先喝哪杯呢 这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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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要口口我要口口 嗨朋友们 今天三小猪将出个奶茶红黑板 这四杯奶茶都是由各个店员推荐的热门奶茶 分别是Happy Lemon Gong茶 Chartime和Coco 那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先从Gong茶的色情 它好甜 它感觉就是 喝不到奶茶 奶茶的味道都是糖精的味道 嗯 不太喜欢 感觉像是喝了十金糖一样的甜 根本不是奶茶 是糖精 里面也没有什么冬瓜 也没有什么牛奶 这是一个化学物品 对身体不好请不要喝 PS 而且这杯奶茶根本就没有珍珠 要加珍珠的话还需要额外支付25块 真的是缺德啊 而且这杯奶茶的甜度根本全不了 那么三小猪给这杯公差的评价是 登登 黑板 这杯比上杯好多 奶有奶味 茶有茶味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淡 料挺足的 而且它确实比上杯好多 就是它的奶茶是粉状的奶茶 但是它的料挺足的 目前小小猪已经吃到了很多珍珠 比上杯那个甜度减半 但是还是比较普通的那种 珍珠是比较Q弹的 那这杯空口的评价是 登登 黄榜 这一杯跟上一杯是差不多 但是味道重一点 珍珠也是差不多 炒炒就火了 这杯比上一杯甜 但是我觉得上一杯会比较好喝 它的珍珠 珍珠差不多 但是它会更甜 然后好像是它的糖金加的更多 一般般 这杯确实比上一杯甜 但是本富贵珠更喜欢这一杯 然后它的珍珠比上一杯更粉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Q弹 那么这杯茶汉原味奶茶的评价是 两个黄倒地的黑猫 接下来我们要喝哈比较乱 就是这四杯里面最贵的一杯了 贵的就是好 它的茶味比另外的浓很多 而且再加上那个丝滑的奶盖 这杯奶茶喝起来就很顺口 好喝 这杯贵有贵的道理 确实比前三杯要好喝 能喝到它奶盖的味 而且茶味也会比前三杯准一点 总之它不错 确实好喝 特别点名它的奶盖 然后比不了我们之前 前三杯的那些创伤 感觉又爱了 那么这杯最贵的奶茶 哈皮雷文的评价是 通通 爱通 那么今天 三小猪觉得最好喝的奶茶是 毫无学念 哈皮雷文 奶茶测评还有第二弹 别忘了在下周六 继续观看三小猪哦 拜拜 拜拜 拜拜